李小璐事件本来已经慢慢淡出观众印象的了,但前日事态却来了个大反转,先是李小璐的维护名誉权案获胜,之后卓伟本人也是亲口承认是别人冒充他发布不实信息。 不少网友称李小璐终于等来了春天,而几天后刚好是他37岁的生日,在这种情况下,有消息称他将在生日当天复出。 但到了30号,除了粉丝们纷纷在微博祝他生日快乐,老公贾乃亮和董璇等好友竟然没有一位送出祝福,均保持沉默,网友称,付出无望了。 官司的胜诉可以说是今年提前送给李小璐的生日礼物了,但与往年不一样,贾乃亮和甜心并没有第一时间表态,而贾乃亮更是中断了从11年就开始的对李小璐生日连续7年的祝福。 相比今年贾乃亮的生日,李小璐还是第一时间祝他生日快乐,这让人感到十分意外,而且还有不少网友发现,凌晨的时候他还多次登陆微博,但都没有发布什么动态,可能是在等贾乃亮的表示吧,可惜至今他也没有任何动作。 而除了老公的沉默外,曾一起开心聚会的闺蜜董璇,甘胃等都没有送出祝福,至于耶稣门风波的另一位主角马苏,同样也没有任何表示。 对此,这是很多网友们意想不到的,不过也均认为李小璐现在付出还是有一定难度的,毕竟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平息。 痛时有不少网友对于贾乃亮的沉默感到不满,李小璐胜诉之后贾乃亮也没有发文或是转发,没有相关的一点动态,而更有网友指出他当初发表的掌文暗指李小璐出轨,来树立自己好爸爸的形象。 对于此,叔叔则认为不送祝福并不能代表什么,或许是经历过了舆论的压力,贾乃亮把对老婆的爱更多的放在了私底下,也算是对李小璐的一种保护吧。 网友们也不要过分猜测,也不要对贾乃亮的沉默言之过甚。 字幕志愿者 helpfu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